我 哦小子 是没有人能来得住我了 这么做 接下来你该回想活了 你住手 你都 我已经报警了 而且 我都已经落下来了 我都已经落下来了 我已经落下来了 我已经落下来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小子你给我当仗 我一定要给你算 你监狱里慢慢算吧 别怕 我不会有事 谢谢你 别跑啊 你开门 开门 小妹定不怕说了 你爸把你卖给我了 今晚相亲完 就让我跟你睡觉 糟了 好热 就有东西 你再不开门 不可看了 你知道今天相亲没有事 我不容易做个假男友来帮我 居然还迟到不接电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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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那边刚才发生个车祸 现在正在处理它 小团总 别管了吧 救护车会来的 现在的下班高空期 叫救护车根本来不及 你去安排一下直升机 一个陌生人 没必要这么兴师当中吧 陌生人 十年前就是因为一个陌生人救了我 如果每个陌生人都像你这么老 那我现在早就躺在公墓里了 快去 是 喂 你怎么还没到 我在三楼的卫生间里 救救护车 我快撑不住了 啊 我要带你回去睡一觉 嘿嘿嘿嘿嘿嘿嘿 放给他 你谁啊 哎 你没事吧 哎 哎 你终于来了 这女 我只能 我找了你十年 你终于出现了 我难受 帮帮我 我去给你叫医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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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乐元熙 那你告诉我 你最喜欢什么 巧克力 那 你最讨厌呢 你为他要有钱人 啊 为什么 我钱人没个好东西 他不要不就是许青嘉义的骗子 要不就是张诗其人的混蛋 那个 你还记不记得 十年前 你救过一个出车祸的人 我不记得 别跟我提 好好好 我恨的 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没事了啊 没事了 休息吧 休息吧 你是谁啊 我是 最太有钱人 我是长在你雷区上的 哦 我想起来了 我约你了 不好意思大军 昨天晚上我被人下了药 我脑子不清醒 大军 夜五元零三七号 你的手机可暴露了你的身份 哦 你真聪明 大军就大军吧 起码暂时不惹你讨厌 嗯 哎 怎么不接啊 接 接 又是骚扰电话 真烦人 嗯 不是骚扰电话 有备注啊 啊 骚主公 是谁啊 就是一个卖保险的 经常打开我骚扰我 让我买他的保险 我就跟他传了这个名字 哼 你这个人还挺好笑的 生活不易 多才多艺嘛 那 你还会哪些才艺啊 我会画画 会钢琴 我与一级建造施政 工商管理 建筑双学位 而且啊 我还辅修个计算机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演 这苏联男友也太取材了吧 你们这行 已经这么卷了 对啊 对啊 柳元熙 你想给我戴绿帽子 我要杀了你 我爸说了 我有病 杀人不办法 忘了跟你说了 我还学过抬衔道 我可以做保镖 管你屁事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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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爸 你弟欠我的钱 妈收我的财礼 你竟然在这儿和这个小白脸轻轻握握 原来有头债有主啊 谁欠你钱找谁去 21世纪了还搞什么包办婚姻 怎么解放的时候忘通知你了 小贱人嘴还挺硬 爸 他们刚才打我 好大的胆子 来人 把女的送到房间去收拾福天来伺候少爷 把这个男的给我做掉 处理干净 等一下 好的 小张总 如果你们今天敢动他一根头发 我保证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让我付出代价 我只要一句话 就能让你在本城混不下去 笑死本少爷了 谁给你的勇气说这种话呀 梁静茹吗 行了 别说那些废话 都给我上 弄死他 都给我上 弄死他 老婆 请进 精彩 真精彩 不准笑 爸 你看他们 笑什么笑 脑子化剑青 你们看戏的 都给我上 不行啊 他杀气太重 要拿下他 得加钱 对 还 还得有人 都给我滚 都给我滚 爸 小子 这卡里有五十万 拿上钱滚蛋 五十万 那岂不是顶他 好几十蛋的提成啊 他 完了完了 他要倒戈 我只能靠自己了 陆总 我刚刚跟你说过了 如果你今天敢动手的话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这笔钱啊 你挨收着吧 留给你做棺材板吧 还敢诅咒我 爸 还没搞阁 爸 你干什么 我在帮你 打死他呀 你就放心好了 以后 由我保护你 我刚刚演的这个保镖 演得不错吧 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个 霸总 天凉了 都是 该破产了 干什么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傻子 大傻子 喂 有话快说 什么 集团骨架破贴 什么原因查出来没有 废物 全都把废物 你们给我等着 坐 爸 爸 你等等我 真的破产了 怎么做到的 我啊 有个朋友是股神 他早就有了内部消息 说啊 有一个大机构 要做空路市 刚才 陆万腾给你五十万补偿 你怎么不为所动 你说我见过唯一一个 是金钱为粪毒的打工人 对 我这个人 还是有件职业道德的嘛 万一你一通电话打给我老板 我岂不是丢了饭碗 说你得罪了他 他一句话也能让你丢掉饭碗 我觉得你怪怪的 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吗 自恋死你了 开个玩笑嘛 就把你给吓了 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这会儿变成老鼠了 帮我查一下 乐元石这几年都经历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么恨我 好的小唐总 你有那个郑南生的消息吗 就是十年前 开车撞我的那个流浪汉 西西这么恨我 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呢 老唐总吩咐过 这两年一直盯着呢 不过他在狱中表现得很好 有过几次险刑 下个月好像就要出狱了 表现得很好 这种随机杀人 报复社会的神经病 居然会表现得很好 没准是有贵人指点的 虽然当年的调查结果 说的是无针对性的仇富 但也说不准 也许 也许另有隐情吧 你给我等着这笔证 我一定要跟你算 等他注意了 派警人盯着 保不齐 他会报复和西西 放心吧小唐总 会加强安保的 另外 您昨天放了四大家族的鸽子 虽然咱们谈的是首富 他们想要的合作 都签了吧 就当做是补偿 可是小唐总 您才刚砸传了陆氏的骨架 您又送出去这么多合作 为什么 小明的奶奶 活到了九十九岁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她从不都管宣誓 你就是大俊 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养伤 不然我替你伤 你的工作手机就暂时交给我保管 到时候公司还是会照常打到你的卡上 还有这种好事 那个 谢谢老板上次送来的直升机 对了 那个骚主管 是谁啊 哦 就是我们公司的业务经理 Eric 你们好 我是来找大俊的 请问他在吗 哦 大俊啊 哦 他出车祸了 在医院呢 这个给我吧 出车祸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 哎呀 这个家伙 毛毛躁躁的 净耽误我业绩 不是 可是 今天早上分开的时候 他还好好的呢 收购世纪甲原 现在就安排 哦 含了恋爱的男人 莫然化天流水 这 你是说 昨晚大俊出了车祸 还去给你跑了单 这怎么可能啊 哈哈 闹鬼了不成 哎 行了 别戏惊了 到时候再吓着人家小姑娘 像这种情况 肯定就是转单了呀 哎 你们昨晚 谁帮大俊接单了呀 不不不 不是他们 是一个 长这么高 很帅的 身材很好 健身 画画 学建筑的 补修是计算机 我是学位 哎 很能打的 男生 这位美女 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人啊 对啊 有这失恋 谁还来干这呀 这倒是 这也行 她肯定是骗子 哎呦 现在那个杀猪板 专门添这种 涉事卫生的女孩 竟然是骗子吗 哎 啊 美美 你是不是 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小飘 挂个精神科 去检查一下 哎 不操 托发通知 公司被收购了 新老板马上就到 你 你是 你怎么在这儿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是 你给我过来一下 我 啊 啊 放开我 骗子 他们 他们 有跟你说什么吗 他们说 大军出车祸住院了 那你是谁 我 我是新来的 他们总是排挤我 在背后编排我 还抢我客户 啊 那这么说 你被职场霸凌了 嗯 所以 你能不能 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 看你太过分了 我去给你们领导投诉去 哎 不用了 你要是去找我领导的话 反而会害了我的 我自己去找他反开 你也是真的不容易 嗯 楼下车实在太难停了 久等了 小唐 对 我是小唐 给我证吃 这是我们李经理 人特别好 没有一点架子 哦 李经理好 哦 哦 他是特别优秀的员工 业务能力 五星好评 哦 但是 他这么优秀的人 居然被 职场霸凌 嗯 啊 什么 嗯 哦 太过分了 必须严惩 我我我找他们去 嗯 找找他们去 找找他们去 嗯 没事哦 嗯 哎呦 您就是收购公司的新老板吧 真是年纪轻轻 一表人才啊 不是我 是他 呃 对 是我 我呢 是他新招进来的业务员 啊 不客气是老板亲自招进来的 这颜值 真神端 这个骚主官还真是名不虚传 啊 你叫什么名字 嗯 大俊 唐大俊 你 你也叫大俊 啊 对 昨天晚上时大俊出了车祸 他临时把客户转给了我 客户并不知情把我当成了他 我们呢 看去学乡做就错 啊 我们也是事迹从全 但从客户角度来看 我们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临时换了人 这样 对我们平台的信誉 可能会造成影响 嗯 也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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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意识口哀 给您和大俊造成了困扰 哎呀 别送了 赶紧回去上班吧 那 你下次相亲 还会找我吗 不用了 那个家我是不会再回了 我也不会再来相亲 那 如果你还有别的事情 也可以找我 找不起啊 你们这儿的消费实在是太高了 多来几次我就喝西北风了 就此 别过吧 兄弟们 嗯 就此别过 我不愿选 啊 给唐大俊订下一分尘 为什么 嗯 哎 你知道小明的奶奶 为什么能活到九十几岁吗 为什么 因为他呀 从来都不多管闲事 赶紧赶 哎 等一下 哎 电梯 我 你先别管电梯了 看见这个 嗯 这是什么 你的定价 一天 一天 一分钱 嗯 是不是你们人是有欺负你 他怎么能随便乱改你的定价呢 你等着 我去找他 哎 你还真是企业起的理解 什么意思 这个 是系统上的bug 机会难得 如果你现在下单 你就赚大夫了 还能这样 嗯 我试试 九十九年财 三百六十一块钱 哦 天哪 哎 下单成功 成功啊 恭喜你 好到大阳魔了 九十九年 那你岂不是 这辈子都跟我锁死了 嗯 倒是可以这么理解 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是系统的bug 一旦系统修复了 这定价就会自动取消的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等一下 乐小姐 你还没走 真是太好了 这是您的租赁合同 请收好 合同 啊 对啊 啊 您刚刚在平台下单了 唐大俊先生 租期九十九年 合约现已生效 大羊毛 你真的没有好到 你的专属男友 很高兴 为您服务 你也别对我太好了 我怕我会越来越依赖你 其实 你可以依赖我的 嗯 我不能依赖任何人 连我妈都为了还债 把我卖给了傻子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爷爷 无条件地爱我 不过 他离开之后 我就时刻告诫自己 要自强 要独立 我走了 以后 你可以不用再这么坚强 李昂纳多 你在那鬼鬼祟祟干什么 小唐总 您和那位乐小姐 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玩一个角色扮演罢了 哦 好玩吗 好玩 我还真是一个 被总裁耽误的影帝啊 嗯 哎 那 那我呢 我也是你们 普雷中的一环 哎呦 想我发给你的工资 太多了吗 交给你的事情 去办了没有 哦 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 小唐总 小唐总 查到了 查到了 乐小姐说恨您 果然是有原因的 怎么回事 九年前 制造您那起车祸的 凶犯郑南生 假接保外求医之名 报复小姐未遂 但他爷爷因为这件事情 心脏病发作去射 我居然不知道这件事情 哦 那时候您还在国外养伤 怪不得他会说恨我 他一定会很后悔 站上这件事情吧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爷爷无条件的爱我 当年他为了救我 失去了他亲爱的爷爷 我说过要保护他的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您现在补偿他也不迟 嘿嘿 很巧的是 他就在蓝酒科技做策划呢 蓝酒科技 听起来有点耳熟 哎呀 就是五年前您一时兴起成立的那个游戏开发公司 这些年来也没盈利 也没亏损 和集团也没什么关联 所以 没什么存在感 你不是我的旺呢 要不干脆 把这个蓝酒集团送给他 哎 小唐总 您幼稚点吧 再大的家业 也经不起您这么少了 啊 今天吹的什么风啊 把集团总裁吹到我们这个小宫庙了 最近闲来无事 突然想到还有这么一个小公司 就过来看看 最近业务怎么样 这个策划看着不错 谁做的 是那个 进 林总 这个策划我已经修改过了 您可以再看看 哦 不是吧 要不要这么巧 您可以和上一版的对比一下 上一版 上一版好像是风力 老家 哎 怎么是你啊 我 你们认识啊小唐 啊 对 我们也是 朋友 我跟林总也是朋友 哦 哦 朋友 对 业务上的朋友 哦 你这业务能力范围挺广 那你通知啊 不是那个业务白兔 哦 那你们先聊 我就先走了啊 哎呀 小唐总 你跟他 这你就不用管了 啊 篮球科技成立五年了 一个科技公司 一直循规捣取保守运营 做不出来一点成绩 你还是操心操心 你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吧 好的 还有啊 今天的事情 不要跟任何人提 明白 哎 他这个策划案做得不错 继续推进吧 这 可是他这个 可是什么可是 这么好的策划案 你还可是 你是对家派来的商业间谍吧 这个策划案 你要是推进不了 你就趁早给我 推进 立刻推进 小乐 你这个策划很大胆 很有创意 我其实挺喜欢 之前一直没批是因为 预算太高了 未来市场也有一定风险 哦 那我重新写一份 哎 不用 我私来想去啊 想推进 只能管上套要钱了 这样 你去参加一下 集团内部的策划会 好好讲一讲方案 争取啊 让总部 开绿灯 批预算 真的 那太好了 大老板说的没错 太保守啊 是做不出成绩了 嗯 咱们在集团 做了五年的冷板的 也该重拳出击一回了 嗯 坐吧 小董总 今天例行策划会 下面各公司 把策划案都交上来 蓝酒科技这份 还挺让人惊喜的 蓝酒科技 他们来干什么 这个蓝酒 从来没有参加过策划会吧 对啊 哎 我想他们是在悄悄努力 让他们经验所有人 嗯 其实我也挺意外的 灵医在搞什么 我都说了推荐 还来过会 真是闲的了 主策就在外面 让他进来 自己讲讲这个方案吧 啊 啊 就在门外 没这个必要了吧 怎么没必要呢 他们这个方案 真的有点东西 你应该听听的 我不是说方案没必要 我是说看着挺好的 没必要过会了 直接推进吧 大哥 你没什么情况 怎么不通知我进去 嗯 我也不太清楚 刚才好像是听说 不用你讲了 啊 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 难道就这么没了 小唐总 哎 还是让主策进来 讲一讲他的方案吧 在座的各位 都是策划部的大牛 相互交流一下 可以头脑风貌吗 我说不用就不用 各位领导好 我是蓝酒科技的策划乐园西 梦妹不请自来 我知道 我们公司在集团 一直没什么存在感 方案也有些许不完美 但是我还是希望 各位领导 能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 让他继续讲 从现在开始 我是保安 啊 啊什么 听不懂人话 哦 哦 小乐对吧 嗯 你来讲讲 啊 谢谢领导 好巧啊 嗯 我呢 在这坚持 做保安 你们继续 继续 我的游戏设计方案是 创世人生 我们计划和冰点生物合作 开发脑机接口 利用AI技术来设计NPC 这样呢 可以使游戏世界的拟真程度 达到95% 这就是我的方案 这就是我的方案 谢谢大家 真不错 真不错啊 小乐 你这个方案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啊 很有心意 是啊 不错 我也觉得不错 谢谢认可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预算方面 希望集团支持 哦 预算没问题 肯定拼 验到了 小唐总 今天 今天的事情先保密 以后我的身份也保密 还有 关于公司里面 我的名字照片 也都全部撤下 啊 为什么 知道小明的奶奶 为什么能活到99岁吗 啊 知道 知道 那我先去安排 你现在嘴皮子挺溜的嘛 您教得好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吃晚饭 他 约我 吃晚饭 那我送你 不要 您已刚走成功 你 是不是做错了 没有啊 芸汐介绍的 你好 芸汐介绍的 介绍的什么 可不呀 你这个质量 确实不错 我很满意 不好意思 这里面可能有误会 我不解私活 哎 没关系啊 我在你们平台下单就好了 一天八万 他跟我说一天八百啊 没错 涨价了 哎 怎么做地起价啊 算了 难道遇到质量这么好 八万就八万 我包个月 啊 我看你骑共享单车过来的 随便挑一个 就到时间面里 我念在你是元席的朋友 我不说脏话 我再强调一遍 不接 哎 什么人呢这是 长得好看了不起啊 乐远夕 你给我下来 我就在你家楼下 干嘛啊 活气活了的 我还在洗澡呢 这么可爱 找我干嘛 哎 哎 那个女的怎么回事 哦 你说陈姐啊 人家是富婆 跟你接受大客户呢 你干嘛拉这个脸啊 我是你的专属男友 你为什么要帮我接受 我是看你又坚持保安 又接待 林总那样的客户 好像很缺钱 那样子 我是怕你太辛苦 我不缺钱 你别瞎擦心 这挣钱又不丢人 那接待林总那样的客户 富婆总比林总强吧 我听说 那种圈子 很乱的 我是怕你被欺负 你是在关心我 谁 谁关心你啊 小汤 小汤总 乐小姐的简历给您调出来了 您确实会演示人呀 她虽然年轻资历钱 但是市场小学非常的灵敏 想法成熟 她写的东西很有灵性 上学的时候她就得过很多奖 小汤总 履历在第二年 您翻一下 明天是她的生日 啊 哦 爷爷 我又长大一岁了 我希望 好你个死丫头 最债的都要打死你弟弟 你还有心情在这过生日 我从上大学开始赚的 每一分钱都给你 我又得到过生日 从今天开始 她欠的针 她自己还 你那短命的爹死得早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还想得到什么 我从上小学开始就自己洗衣服做饭 你辛苦难道我就不辛苦 你竟然不喜欢 你为什么要伤我 我剩个叉烧 也别伤你强啊 本来陆总给了两百万财力 你这一闹 人家把财力给收了 你这不是要逼死你弟弟吗 我难道就不是个人 难道就不会逼死我吗 难吃死 你个死扣 卖的什么玩意儿 那初遥 你滚开 这是爷爷的蛋糕 你也有脸吃 真是个贱培子 你亲妈亲弟弟还好好活着 你不管不问 对这死老头 倒是孝顺 混账 姐 我可一点都不混账 我可是关心你了 陆家破产了 我又替你找了个好归宗 顺昌地产的吴总 你是不是疯了 他比爸年纪都大 年纪大 好疼人嘛 这可是天大的福分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你 你们在干什么 你是谁 他朋友 滚开滚开 我是他亲妈 我现在带他回家 你就是那个卖女求生的亲妈呀 你 儿子 儿子 你没事吧 你敢动我 看你是不想活了 可惜是塑料的 我杀你 也够了 儿子 你们应该庆幸这把刀是塑料的 滚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你又救了我一次 没关系的 交给我吧 我认识一个修复照片的人 谢谢 这可惜 我买的蛋糕摔坏了 你还准备了蛋糕啊 我啊 没关系 还能吃呢 对不起 没能好好陪你过一个生日 又不是你的错 又不是你的错 今天 还真是一个开心的生日 这就够了 这也是我爷爷走了之后 第一次有人陪我个生日 那以后 每个生日我都陪你一起过 在这 真的啊 随你又走的视线 爱 让心跳 降练 共振着一颗 所有感觉 哎 你这个吊锥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 不过我是戴在手上的 这是我爷爷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结果被我给弄丢了 就在车祸现场 我害怕 我就没回去找 哦 我那个后面还刻了个字呢 这个有没有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什么呀 生日礼物 哇 好别致啊 这是什么呀 阿拉丁神灯 你只要对着他许愿 任何愿望都可以实现 真的 嗯 哎 你得说出来 不然 他听不见的 好的 我希望 我以后的每个策划都通过 还不够 再许个 那 我要努力挣钱 买大房 再许一个 许两个小目标就够了 许太太 当身太累了 哼 好了 我去收拾了 嗯 我把我的手机号码收上紧急呼叫 有事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 嗯 嗯 在 在看什么 啊 就是一只小野猫 喵 幼稚 好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嗯 嗯 嗯 什么东西在这儿 为我继续的 喂 找几个保镖 保护下乐园系 这是 乐小姐的身份证 嗯 帮我拟定一份股份转让协议 把我在兰九的股份 全部送给她 啊 哦 好的 小唐总 本事 有什么最好的楼盘吗 嗯 应该是 汉海豪亭 好 那就汉海豪亭 帮我找一个最好的户型 送给她 啊 嗯 小唐总 那您现在 以什么身份 送给她呢 嗯 我再想想 我 找个机会再跟她摊牌吧 你怎么 大半夜一个人在外面 有人跟踪我 嗯 我不敢回家 你别盯着看啊 哦 没事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混混 走吧 我送你回家 嗯 没事的 你不懂 我有仇人 站远点 你们笑着她吧 走了 别担心 有我吗 嗯 你就不好奇 我的仇人是谁吗 嗯 你一个小姑娘家 能有什么仇人 你不懂 我懂 我怎么会不懂 你快走吧 你待在这儿很危险的 就是因为很危险 我才不应该走 上次那个亡命之徒来我家 让我失去了爷爷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 嗯 那个 我是说 我不想连累朋友 你的好朋友现在有些累了 可不可以借你的沙发 让他在这里留宿一晚啊 怎么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 我在做早餐 现在略微出现一点问题 没事吧 我在晚醒一分钟 你就能把厨房给烧了 这都是按照教程做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发现了 这上帝给你开了十扇窗吧 又给你关上一扇门 你们没事吧 我 看 屋里在冒烟 怕 出事了 就 你们 跟踪我 等下该怎么说 你们都清楚吧 知道 李秘书交代过了 你在跟他们说什么 你在跟他们说什么 我在说 待会儿让他们老实一点 你们三个 来 情况啊 我们大概有消息 其实就是三个小混混 觉得你长得好看 一直跟踪你 嗯 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口头教育 并且拘留五日 你看 你这边还有什么诉求 赔我的门 啊 好 小唐总 您这玩的也太大了 这都玩进橘子了 不能再玩了 再玩一批都要踏房了 那 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安白吧 我感觉他还挺在乎的 应该能接受吧 啊 我找了你十年 不知不觉 换了这么多 这个东西 也该物贵圆主了 你会原谅我的吧 喂 西西 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我有件事 要跟你说 吃饭 你别告诉我 你亲自下厨啊 那 我点外卖 总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我这儿还想多活几年呢 我把地址发给你 行 临时有个会 晚到家一会儿 我家门锁密码 20140620 你先去坐 20140620 真是那天的日期 这么巧的 真是晦气 哇 大军居然住得这么好 哇 这话的是 这话的是 这是 我的吊转 可惜被我给弄丢了 丢在车祸现场 我害怕 就没有回去车 到底是谁 哎 那刚才 陆文藤给你50万 你怎么不为所动 你是我见过唯一一个 是金钱为粪土的打工人 他们说大军出车祸住院了 那你是谁 朋友 业务上朋友 我呢 才是坚持 做保安 我不缺钱 你就不好奇 我的仇人是谁 你在跟他们说什么 好像隐瞒了身体 他一直刻意接近 而且 他去过那个车祸现场 是 你给我等着 这笔账 我一定要跟你算 是 是 那个人回来了 害怕 你 你 你 我就 Jos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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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什么 没什么 我在等你 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补充了 不行 我要把它捅死 我后半辈子就完了 我买了好多好吃的 今天晚上你可有口福了 那个 我突然还有事 我就先回去了 怎么了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不用 没事 我回去处理一下就行 你怎么感觉 他怪怪的 难道他发现了 所以你是猜到了一切才抛开的吗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 果然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会无缘无辜对你好 如果有 肯定有别的目的 难道 连一个当面请示的机会都不肯给吗 小唐总 您这成天躲在路边偷看乐小姐上班下班的 我不跟他说话 你们俩这是 吵架了 要是吵架就好了 他完全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我搞砸了 我高估了他对我的感情 哦 姐 你干什么 咱妈邀请吴总回家吃饭 特意让我邀请您 共进晚餐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可能会那个家的 你也死了这条心吧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家的 你放开我 上次是念在写第一场的份上 我没有报警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了 你报啊 大不了我就拘留几天 你能躲到哪儿去 你 今天是给你面子 在路上等你 你要是不回家 我就天天来公司闹事 让全公司人都知道 你是个虐待老母 无耻下见的败金女 你胡说八道 我就是胡说八道 但你猜 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就算你领导不信 那你猜 他能不能忍受公司被天天闹事啊 你再猜 他们是相信保全你呢 还是辞退 我的策划案刚刚通过集团项目终点审核 我的领导肯定会保护我的 就你 你胡弄鬼呢 我还不知道你几斤几两 姐 你就乖乖地跟我回家 嫁给五草 吃香的喝辣的 不比当苦命人强啊 放开他 又是你 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 过命的关系 真是过命的关系 咋 他救过你全家 我警告你 招惹他的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你要是敢去他公司闹事 我保证会让你后悔 不敢了 不敢了 我一定不招惹他 滚 小狗百大 等下次爷爷叫人啊 过来收拾你 你在跟踪我 我 我警告你 别再跟着我 否则我就报警 谢谢 那件事情真的不可以原谅吗 你问得出口 我再也没有爷爷了 你一二再再二三地欺骗我 你觉得很好玩吗 没等到 这笔账就先算 下次一起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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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要报警 我们通知啊 要做一下笔录 所以 再给你确认一下 你长期受到骚扰跟踪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威胁上 是的 你怀疑跟踪你的人 是因为十年前的建议 是吗 是的 好 调一下那场车祸案 把人带过来审一下 好 您坐 你要找的人啊 我们已经替你找到了 也把他带回来了 但是吧 但是怎么了 他说他并没有威胁过你 他刚从牢里出来 也刚刚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 这两天也挺忙的 他当然不会承认了 那这该怎么解释 走廊的监控啊 我们已经查过了 贴纸条的人确实不是他 但是啊 我们也把贴纸条的人带过来了 来把他带过来吧 我收购租怎么了 大晚上的叫我过来干什么 这个人 你认识吗 认识 当然认识 我是他房东啊 你这个小姑娘真是的 我好心说你一个月房租 你就诬陷我危险 不好意思 我忘记叫房租 我误会 对不起啊 刘姐 实在是因为最近有人跟踪我 你那张纸条让我多心了 抱歉啊 抱歉 不对啊 那地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电视剧看多了吧 还血呀 那是我撒的西瓜汁 那看来确实是我想多了 神经病 那个没什么事 那我回去了啊 房租赶快补上 好的好的 我马上补 年轻人嘛 有些警惕性是好的 但是也不要过于敏感 那张纸条是误会 他跟踪我是事实 人家说了没有跟踪 也没有工夫来跟踪你 他撒谎 那个 去把他也带过来吧 人来了 你们两个呀 之前肯定有着某种误会 当面聊聊就好了吗 他是谁啊 郑南生啊 你报警要抓的人 乐小姐 对不起 十年前的事情都是因为我 九年前也是因为我不理智 我还听说你爷爷得了心脏病去世 我也很难过 郑南生 是你 我坐了十年的牢 我已经为了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我现在只想安安生生的过日子 乐小姐 你可以放过我吗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十年我一直活在愧疚之中 你可以原谅我吗 不 不可能 我绝对不可能原谅你 你先起来啊 小姑娘 你可以不用原谅他 但是啊 你诬告他 报假警 也可是犯罪 我没有报假警 我 对不起 可能这个事 真的是误会了 嗯 他才是那个杀人犯 他叫郑南生 那大军又是谁 啊 好了 紫西 你怎么在这 给我滚 我听说你报案了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我送你回家 所以 你还在暗中盯着我 我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担心你 真的 所以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吗 我以为你是郑南生 啊 你怎么会以为我是他呀 是 你也去过车祸现场 不是你还能是谁 你忘了吗 车祸现场还有一个人 你是不是有病啊 大晚上在马轮中间找死啊 你们 我们在一起 还不是你大半夜的发神经 让警察通知把我们都叫过来 小阵没车 我找他回去 你们认识 他也是我租客呀 租客 那我和他岂不是 以后我就是你的心理 还请多多关照 你刚才没事吧 你还好吗 刚才可是你们全责啊 你想忘死 柳姐 怎么了小阵 不是 这 我给你叫救火车 碰到这种人真是晦气 柳姐 实在对不住了 要不是我刚才跟您说话 你也不会一不留神就撞上去 你就是太善良了 他们俩站满路中间 能怪谁 不不不 柳姐 这事确实怪我 要不是我昨天给您建议 给人家留个纸条 也不会出这档子事 柳姐 有事啊 找你隔壁那姑娘收房租 我看他出去了 好像 他真是烦人 白跑一趟 那个柳姐 要不你给他留个纸条什么的 我是刚好带了这隔壁 给白跑一趟 谢谢啊 柳姐 刚才楼下西果汁 买一送一口酥香 您帮我解决一味道 多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正好又没有优客 谢了啊 没事 你也是好戏 怎么能怪你呢 那小姑娘脑子有病的 一身一鬼 是啊 这种病得是 忽然发展下去 会越来越严重 你终于醒了 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我浑身都不舒服 不过看到你没事 我就舒服多了 有嘴花声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没轻重了 我去跟你找医生 不用了 真不用吗 真的不用 你给我扔一下就好了 疼吗 不疼啊 你把我扶起来吧 医生说你就是轻微脑震荡 最近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最近呢 就老是待着 那 你不要走 你陪着我 嗯 我不走 你还请我一个解释呢 为什么隐瞒车祸的事情 害我胡思乱想 那个 你还记不记得 十年前 你救过一个出车祸的人 我不记得 别跟我提他 好好好 不提了 不提了 我恨他 不提了 不提了 我是那晚知道你恨我 所以我就不敢跟你说了 酒后胡言乱语你也信 酒后也有可能吐之言吗 我不敢冒这个钱 我知道是郑南生杀了我爷爷 你也是受害者 这点是非 我还是拎得清的 那你 算是原料了 嗯 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 唐唐 好久不见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看我未婚夫的呀 你可别瞎叫 我可不是你的未婚夫 这是两家长辈定下的婚姻 你拒绝有什么用 要是这么说 谁定的婚礼你家 你来找我做什么 听说 你最近在追小姑娘 果然有几分姿色 我不管你以前怎么玩 以后收心就行了 我够大赌的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细细 别听她的 你的婚约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 我信你 这位女士 二十一世纪了 包办婚姻是违法的 包办婚姻 小妹妹 你知不知道唐家在北城的地里 你知不知道 一个身价千亿的少爷 婚姻不能是儿媳 身价千亿 大俊 你 大俊 唐唐 你们在玩什么体验平民的游戏吗 小妹妹 你该不会连她的真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吧 你还有多少事是骗我的 谢谢 我刚才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 有什么好解释的 跟这种人玩没必要暴露身份 免得以后被额上一大笔分手 确实挺烦的 你给我闭嘴 露水情缘罢了 玩过了就得了 小妹妹 我告诉你 放眼整个本城 也只有我叶家千金 能配得上唐家上的看的美质 你给我滚出去 唐唐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你现在只是一时上逃 你以后会感谢我的 我装身份子 是我们之间的小情趣罢了 你记得吗 你这个小贱人 没有家教 小禁社会是会被毒打 你敢打我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定加倍奉劳 我信仰 喝得喝 唐唐 他打我你看不见吗 有事你未婚妻 他是什么东西 他敢打我 你知道他为什么躺在医院吗 为什么 为了救我 他为了救我 命都可以不要 你说我算什么东西 而你呢 你又算什么东西 你 你还像 林若飞 你还不快滚 别在这自讨没趣 你们给我等着 我刚才特别怕你误会 现在给你个机会 也是吧 我叫唐振宇 是唐风集团的现任总经理 我爷爷是棋盘的董事长 那天 什么 唐风集团 那你岂不是我大老板 嗯 好像是 什么好像是 我好像一个大傻子 那我那些策划案 该不会都是 走后门过的吧 那不是 你的策划案 很优秀 是策划部 公认的 真的 你没哄我 我说的是实话 蓝酒科技成立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已经错过了行业大爆发的红利期 以后能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还是被淘汰 就靠你了 你是不是对我有滤镜 毕竟我没有过敏的交情 你的策划案很优秀 我对你有滤镜 也是正常的 啊 琪琪 我想了很久 你的余生 交给我好吗 我还没想过那么远 我理解 毕竟 我对你寻摸一角 你却对我 一无所知 不过没关系 一切慢慢买 兜里装上什么东西 各种 呃 呃 你好好休息吧 呃 伤还没好 现在去见你爷爷 会不会太唐突了 他应该更喜欢 离世千金吧 不会的 爷爷很同情达理 走吧 爷爷 这就是年前救我那个女孩 如今我们在一起了 啊 坐下坐下 谢谢爷爷 小语啊 爷爷希望你幸福 但是咱们唐家 没有万恩负义的家风 可是林家那边 实在不好说呀 爷爷 我根本就不喜欢林若飞 我是不会娶她的 嗯 可是爷爷老了呀 以后集团交到你手上 你 你资历太浅 这位又是那些虎视眈眈的人 根基不稳的时候 千万不要四面树敌 明白了吧 你爷爷说的没错 你的婚姻不是你自己的事 爷爷 继承公色代价是要去林若飞的话 那这份家陈 我宁愿不要 小语啊 看来你是想清楚了 你选的是一条很难走的路 但愿日后你不要后悔 绝不后悔 姑娘啊 豪门看起来光鲜亮丽的 但背后有许多的身不由己 你跟他在一起 虽能获得丰厚的物质报酬 但也有很多的烦恼和危险 你真的愿意吗 我愿意 爷爷你放心 我和他是过命的交情 任何困难都不会拆散我俩的 好 我就把这个宝贝孙子 托付给你了 收到爷爷 保证完成任务 不过林家那边的事 也得处理好 不能断了人脉 放心吧爷爷 我会处理好的 大不了 多给他们点补偿吧 放手去做吧 以后 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爷爷 您老当义壮 还能再干三十年 您永远是我的嫡妻 好好好 老爷子年纪大了 反倒对儿女的婚事啊 看得开了 姑姑 你来了 这是我女朋友 月延西 一看就是个好姑娘 你们坐吧 爸 时间到了 扶您去喝药 你呀 就会哄我开心 你们先坐啊 我得去吃药了 小心 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走 爸 喝药了 爸 您还记得楠楠吗 那 本就是一个 不该出生的孩子 你还惦记着他干嘛呢 当年我和郑唐 两亲相遇 你嫌他穷 棒胆鸳鸯 还把我们的孩子给揉了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你怎么还沉迷毒物呢 我是嫌他穷啊 他可是个毒鬼 要是嫁给他 这辈子 就完了 一百万 就为了区区一百万 他被要债的 活活打死 如果当年你给了我们一百万 如今我们一家三口 应该很幸福吧 你 你是要气死我吧 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爸 喝药 爸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找到楠楠了 什么 他没有死 如今他长得和小雨一样 帅气 优秀 药 药 你在药里 放了什么 爸 你放心 我会把楠楠接回来 让他掌管集团 你老了 你老了 该退休了 那 小雨呢 小雨啊 十年前 他就应该死了 不过他命好大 每一次都逃出生天 十年前 你大哥 假的那场火灾 是你 对呀 对呀 是我干的 你 你好狠毒的心 哪 是你们不仁不义在先 等着吧 唐家的一切 都是南南 这是你欠他的 记住他的名字 正 男 生 你小时候好可爱啊 以后我们的宝宝 也会那么可爱 谁要跟你生宝宝 小雨 不好了 怎么了 老爷子突然晕倒了 医生 我一夜怎么样了 刚从抢救室 送到ICU了 目前已经脱离危险 那就好 我一夜这几年身体 一直有问题 但是就是查不出来 什么原因 今天突然发病 是怎么回事 看着有点像 慢性中毒 话可不能乱说 等检查结果出来再看 嗯 对 之后我们还会对病人 进行一个全面检查 加手就等检查结果 好吗 爷爷 医生说 您没什么带 只要好好休养 就会好起来 咳咳咳咳咳咳咳 小雨啊 爷爷这把年纪了 我够本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呀 你赶快 把消息起回家 我这颗心 就彻底的踏实了 放心吧 爷爷 我早就在计划求婚了 到时候 您的孙媳妇 肯定跑不掉 那就好 小唐总 老唐总 住院的事情 已经封锁了消息 但还是有些 风言风语传了出来 集团的股价 最近一直在下跌 后天的集团年会 我准备搞个大新闻 啊 怎么搞啊 我要跟他求婚 给他个大喜 哦 妙啊 这等喜讯一出来 集团的股价 一定会稳住的 明晚集团年会 请洗洗宝贝 务必盛装出席 搞什么呢 像我们这种 边缘分公司的小策划 参加什么集团年会 苏小姐 小唐总吩咐 让我带您去试礼服 不用了吧 我这种小员工 去参加年会 就不穿礼服了吧 那可不行 小唐总吩咐了 什么情况 你家爸总 又来信问爱了 他是不是要跟你求婚呀 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啊 乐元席 我好羡慕你啊 哎呀 别乱看脑洞了 乐小姐 小唐总 陆万腾想要约见你一次 说是想要当面道歉 陆万腾 怎么 突然长脑子知道自己得罪的是谁 之前因为乐小姐和他那支障儿子的事情 还被您揍了一顿 还影响了陆氏的骨架 想必回去之后一定调查了 不见 那种为福不仁的败类 最好早点破产 哎 怎么就得罪了唐家的人 陆总 谁 一夜之间面临破产 到处筹款的滋味不好受 陆总 谁 别担心 咱们是朋友 并不是敌人 我会帮你把所有失去的 都帮你拿回来 哦 奈兰就上班三年了 拓小鞋的福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咱们期间年会呢 这么多好吃的 我都没心思看节目了 以后咱们好好干 业绩上去了 以后不仅能参加年会 还能上去领奖呢 你都要加入豪门呢 还搞什么业绩啊 唐太太 唐太太 别乱说 呀 一群狐狸精 在做梦当总裁夫人呢 就是 也不知道从哪偷来的名牌礼服 哎 你该不会就凭一件衣服 就想勾引我们小唐总吧 我们叶总 才是小唐总的正牌未婚妻 什么猫儿狗儿的一干来凑 你懂什么 这身衣服可是小唐总亲自为他挑的 蓝酒科技策划部 哪个计较嘎拉的分公司 唐总怕是不知道 集团还有一个这样的部门吧 现在不知道没关系 以后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的 一会小唐总跟我们小夕求婚的时候 我看你怎么道歉 看你怎么道歉 就一小小的策划 原来是一群疯子呀 等会儿又好戏看了 听说你要订婚了 叶小姐消息还真灵通了 那你把流程改改吧 今晚你要宣布跟我订婚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给叶家已经让了五个亿 你父亲已经祝福我和乐园西 你为什么还要救陈母秀 你别着急把话说得这么绝 今天我是来救你 什么意思 陆万腾举报你操纵陆氏股价 监委会的人现在已经等在外面 等晚会结束就来抓你 这是给你留的最后体面 我是对陆氏股价进行录清 但都合法合规 你以为我们集团的一百多号法团队 是白养的吗 那你觉得监委会如果没有掌握到 确实的证据 他们敢动你 我行的正做的职 不怕掌 是 你是没什么问题 但你能保证你手底下的人 也没问题 那位王组长现在恐怕已经拿着巨鹅报仇 在国外吃香喝辣了 那位王组长现在恐怕已经拿着巨鹅报仇 在国外吃香喝辣了 陆万腾不可能有这个实力 谁干的 不知道 还没查到 有我挥约如期的话 我自然会杀下去的 不用 我自己可以杀 你是为了乐元西才砸的陆氏股价 今天晚上再公布你跟他的关系 他就会成为这个案件的关联人 你见了监察委都自身难保 你还能护他周旭 那就取消一下我们便是 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那你爷爷呢 爷爷 看着好像是慢性中毒啊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 幕后黑手肯定是那个 如果没有我帮忙 你从监察委出来过后 你爷爷早就挂在墙上 而你们陶酱 也早就被刮粉干净 那现在 你觉得我有资格当陶太太吗 大家安静一下 一年一度的年会晚宴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但是 今天有特殊惊喜 最后 是咱小唐总亲自加上去的神秘环节 大家掌声鼓励 将来了将来了 完了完了 小鞋我怎么比你还紧张 乐云西同志 请你一定记住 狗富贵 不孝望啊 今晚 邀请大家共同见证 我和唐晨宇爱琴的归宿 我们订婚了 我们 订婚了 今晚大家每个人都有红包拿 谢谢大家 好 太离谱了 说要给你惊喜 竟然是他和叶若飞订婚 大红包 也是惊喜 你别难过 咱们以后还能找到更好的 刚才经过你们的冷冻一早 我还等着小唐总跟你求婚呢 让开我们小鞋才不稀罕跟那个渣男在一起 你我无冤无仇的 你们今天晚上为什么一直针对我 我就是看不惯狐媚子到处够引男人 替天行道 不行吗 业绩吊车尾的废物 还好意思来参加公司年会呢 要动手是吧 谁把谁啊 我弄死你 唐风鞠金 胡思亭 赵婷 我记住 好好记 我叫 唐风鞠金 赵婷 胡思亭 去财务处给我领恩加一款蛋 去财务给我领恩加一款蛋 唐总 唐总 不是 先走 我来处理 唐唐 怎么了 唐唐 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 就别再纠缠 我想要你的轻口回答 你没事吧 我有没有事 你还在意吗 乐小姐 我知道你们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不过大鱼大肉吃多了 偶尔是会觉得青州小菜可口 唐晨宇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敬 我不听他说 我只想听你说 但青州小菜终究是条件 吃一辈子会营养不良的 吃一辈子会营养不良的 你们不是一路人 唐真玉 你也是这么想的 你没事就好 你先回去休息 渣男 麻烦你们送他回去 不用你交代 唐先生 陆氏骨架操纵案 请您配合调查一下 你 你 还有你 林总长 什么事啊 不知道 还能有什么事 昨晚骂了渣男 快要被丑犹鱼了呗 不怕小夕 咱们一起跳槽 你们真好 但我不能连累你们 林总 昨天晚上的事和他俩没关系 有什么处罚你就交给我吧 林总 人是我骂的 这是我单身 别抢了 处罚一起接吧 处罚 没有处罚 集团下发通知 给刘娇娇和王雪 职位升两级 另外还有奖金 你们昨晚在年会上 到底干了什么呀 你们昨晚在年会上 到底干了什么呀 呃 您确定 没有看错 没有啊 我也纳闷 反复看了好几遍 算渣男还有点良心 呃 只有我和小雪 他呢 我跟他 有话单独说 你们先出去吧 哦 林总 唉 小乐 以后啊 我就是给你打工了 什么意思 小唐总啊 把他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你了 以后啊 你就是兰九的大老板了 哦对了 他奖励你一套 汉海豪亭的平层 小乐 哥平时带你不薄 你给哥偷个点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啊 啊 你去哪儿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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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挡着我 我要去找唐晨宇 小唐总不在 他去哪儿了 不能说 什么时候回来 嗯 不好说 这个我不要 麻烦你还给他 乐小姐 您就收着吧 小唐总说了 这是他欠您的生日礼物 这是他欠您的生日礼物 哎 你得说出来 说出来他才能听见 好的 我希望以后 我的每个策划都通过 嗯 还不够 再去 那我要努力挣钱 买大房子 那麻烦你转告给他 我理解他的选择 他不需要做这些 岳小姐 接下来集团会有很大的变动 您拿着蓝酒的股份 蓝酒才能不受影响 保持独立的运营 小唐总说了 您的梦想 就是他的梦想 哦 至于这套房子 您现在租的地方 和这蛮生日邻居 实在是很不安全 这个汉海豪亭 安保是一流的 您可以放心 哦 小唐总还说了 如果您执意不肯收的话 这些就当做是他的投资 等将来蓝酒盈利了 你给他分红就是了 你做事 总是这么面面具的 甚至都不给我反驳的预定 哦 对了 乐小姐 小唐总知道您要来 然后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没关系的 交给我吧 我认识一个能修复照片的人 爷爷 您别笑话我 我怕碰到叶小姐 所以才半夜偷偷来看你 你要快点好起来哦 阿语很担心你 爷爷 你交给我的任务 我没办法完成了 不过 还有了叶家的资源 也会过得很好的 有人 就是这儿 老东西早就该死了 你拉我看他干什么 傻孩子 他现在要是死了 那家产都是唐晨宇的了 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 今天晚上先把股权拿到手 听话 真麻烦 爸 您外孙来看您了 这些年 他在孤儿院没少受委屈 您该好好补偿他了 爸 把这个合同签了 你在集团的股份 就转让给楠楠 你放心 楠楠不会让你失望 来 好了 妈 黄真宇的股份 怎么办 他如果和叶家联姻的话 我没法动他 他手上的股份 有点麻烦 要我说的 何必吗 谁 没事吗 猫 我们赶紧走吧 一会儿护士要来查房了 这男生竟然是姑姑的儿子 我得告诉阿语 他们为了股份 很可能会对他动手 爷爷 放心吧 我呢 会守护阿语的 还不出来 来了 你可算是出来了 你再不出来 我们哥几个都准备 给你去唱铁窗类了 滚蛋 怎么样了 出结果了吗 还没有 证据不服还在调查 我现在是保守状态 得亏是由嫂子上下打点 你命真好 这能够取到 叶若飞这样的人间游户 这还是叶氏的独女啊 哎呀 这本城以后 怕是得让你们两家垄断了 你也不看看宇哥是谁 能嫁给宇哥 是他叶家高攀了 好吧 哟 嫂子来了 嫂子来了 走走走 去地狂玩 庆祝宇哥 重获自药 我就不去了 我刚刚出来 衣服都还没换呢 哎 哎 走了走了 换什么衣服 套个麻袋都是最靓的仔 哎 你好 你可以帮我找一下 这个包间里面 穿灰色衣服的那个先生吗 你要是认识他们 就自己进去 要是不认识 就赶快走 那个包间的贵客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蹭的 我是认识 我只是不太方便进去 人家正派夫人在场 你当然不方便进去 你这种女的我见多了 仗着自己有点姿色 就想上位 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我又不是那种人 不是 那 美女 有人吗 哥哥帮你 你认识 你陪哥哥玩玩 哥哥就告诉你 你越喊 我越兴奋 他越叫我 心里还想着别人的男人 我不卖别人 那个男人给你多少 我给你双倍 我们回去吧 你有没有听见他叫我 没有啊 这儿的隔音做得这么好 除非拿个大喇叭喊 不然怎么可能听见 阿姨叫我 他就是在叫我 这怎么回事 教教他怎么做的 别听呀 疼疼疼疼 我错了 我错了 你 你哥哥玩玩 哥哥就告诉你啊 滚开 妈的 敬酒不吃 吃法酒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报警了 你喊吧 这包厢都是隔音呢 越喊越兴奋 来 宇哥 宇哥 你之前那个小女朋友玩的挺花呀 你说什么 我说你之前那个小女朋友跟一个花臂男在隔壁包厢 我还拍了这张照片 你看 在哪个包厢 隔壁包厢 堂堂 你们已经分手了 她和谁在一起是她的自由 你这样不合适 没事了 我没事 我长话短说吧 不然你在这待久了 她会误会的 我一直有东西想给你 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你 我怕你手机没在自己身边 不是你自己看 没事 教授公司出了点问题 我被教训调查一下 手机被没收了 你要给我什么 我怕你身边有内鬼 所以想亲手给你 嗯 这是什么 这男生是姑姑的儿子 什么 他们趁爷爷昏迷 用爷爷的指纹 签了股份转让协议 我偷偷录下来 这是协议无销的证据 我就知道有内鬼 没想到竟然是姑姑 谢谢 你手机里的视频先删掉 不要告诉任何人 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都明白 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 会杀我灭狗的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以后的路 只有叶小姐陪你走 谢谢 对不起啊 我失言了 我都理解 我只恨自己 没有能力帮你 我都想放下一起 跟你援走高飞啊 可是爷爷还在他们手里 离开我 对你来说才是最安全的 没关系的 我们已经有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就足够了 你快回去吧 别辜负了他一片真心 堂堂 这是我亲手煲的排骨汤 我看你最近加班加的 都瘦了 我拦不住 你干嘛 这里是公司 注意你的形象 那今晚 去我家 堂堂 我妈已经定好了吉日 你今晚去我家吃饭吧 林若飞 我们结束吧 为什么 我不爱你 没关系 我们可以先婚后爱吗 唐风就要变天了 你现在脱身 还来得及 况且我们的订婚是假的 怎么 你还将假需侦做 那现在 你觉得我有资格 当唐太太了吗 有唐家这么一个懒摊子 我也许不能 跟乐园系在一起 我可以孤独终老 我可以不结婚 那你就当做是为了合作 你宣布跟我订婚 我帮你处理那些懒摊子 你有什么要求 孟莲娜的大中华区带领 我答应你 你现在看不上 等到叶家的实力 跟唐家平分秋色 你一定会改变主意 孟莲娜的合同 你已经签了 这样赖着不走 还有意思吗 我不会结束婚约的 唐风集团现在风雨飘摇 我被栽赃 抓不到凶手 也找不到证据 随时可能会被抓去坐牢 你现在嫁给我 到底图什么呢 我图的当然是你这个人呀 难不成 还是这个总裁的身份吗 你质疑什么也不能质疑 我对你的真心 对不起 我的心里 已经装不下别人了 林总 查出来了 违规坐空路市股价的事 是唐风基金总经理 唐玉兰注释的 法务组长王瑞被收买 出去了假报告 谁 你说的是唐家涨千金 唐玉兰 是的 林总 唐家要变天了 蓝仪 你一定有什么话想问我吧 没 没有 那好 我们一块去喝杯咖啡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吧 我是想邀请你 合作的 是不是你们所有人都觉得 我嫁进唐家 是为了资源和合作 怎么会呢 菲菲 我从小看着你长大 你对小雨一片真心 这谁不知道呢 她不知道 她还问我图什么 男人嘛 不要指望那么多 喜欢的东西 自己争取就好了 怎么争取 我想要家产 你想要人 你说我们俩 能不能合作呢 怎么合作 蓝业 我们不太懂 等我拿到了家产 唐晨宇就一无所有 到那个时候 你再收尾她 安慰她 你说 她会不会对你感激听人呢 新办公室已经收拾好了 可以搬过去了 乐子 我怎么感觉你阴阳怪气的 我多真诚啊 我一个人在这办公挺好 习惯了 那可不行 公司大股东 坐在开放办公区 传出去多不好 暂时你坐在这 别人压力多大 走走走 带你开心 帮我扔走 快快快 走走走 来来来 坐 体验一下 你跟哥说句实话 你跟小唐走 分了 那你今晚有事吗 我想预约一下 乐子的晚餐室 你给我好好说话呀 小乐 哥想请你吃顿饭 你别多心啊 我就是看你最近太辛苦了 问问一下普劳力 普劳力啊 吃饭多没成立 找工资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 想长多少长多少 也是 小唐总 叶小姐和蓝总见面了 他们 相谈设话 我这个姑姑 还真是个麻烦 您一天没吃东西了 要不要去 鸣峰院吃个晚餐 那边的米吉林大厨 上了新菜式 没胃口 先送我回家吧 哦 好 等一下 你看地摊的那个人 是林一芒 好像还真是 他 他对面坐的是乐小姐吗 你下班了 先回家吧 您去哪儿啊 饿了 去蹭个饭吃 您刚才说 您没胃口呢不是 堂堂林总吃饭 就请我吃路边摊 你尝尝 怎么样 好吃吗 嗯 好好吃啊 你是怎么找到 这种小摊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真正的玫瑰啊 都藏在这种 事情身上 唉 这些应酬喝多了 就喜欢过来 吃点小串 听一听 街头像我的八卦 特别的舒畅 这才是人间的烟火气 听你这么一说 突然感觉 还挺温馨的 你看看你 整天茶不思饭不想 印堂都发黑了 你就应该来这种热闹的地方 给你解解毒 创世人生马上就要上线了 我呢 得抓紧把市场推广方案码出来 开发部呢 还等着我交稿呢 唉 行行行 你们负责干活 我负责后勤行了吧 明天啊 我去给开发部送送温子 尝尝这个 我不吃 等会儿再吃 趁热吃 这个趁热特别好吃 你先吃吧 我等会儿再 嗯 好吃 你怎么来了 唉 我就下班路过 那你们 那你等会儿 我去给你拿套餐具 唉 不用 让他去 嘿 这下班时间 你别想使唤我啊 唉 我这刚把股份让出去 你就不认了 想当年要不是我把你带进公司 一步步从程序员 培养到总经理 你觉得你会有纪念吗 现在我没有股份了 你就见风使舵 唉 唉 行行行 吃个饭怎么还道德绑架上 我去还不行吗 来 吃这个 我刚刚选过 特别好吃 嗯 慢点吃 别长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 万一我不小心扎着它怎么办 事儿真堵 唉 真是事态炎凉 人走茶凉 唉 行行行 你说什么 事什么行了吧 别再玩我 别闹了 唉 唉 我怎么感觉我瓦数这么高呢 你好 这是您的账单 我来我来给我吧 我来 我来 嗯 行了 我送你一程吧 哦 不用不用 我叫车了 那 顺路烧我一程呗 不是大哥 你司机呢 下班了 我从来不会压榨别人下班时间 你不忍心 看我一个人 在大街上流浪吧 你不是说就烧你一程吗 你一直跟着我干嘛 你是不是喝多了 都走到这儿了 不如让我进去坐坐呗 谢谢 我本来是想放你走的 但是看到你跟灵异在一起 我嫉妒得要死 我没有和他在一起 他是看我加班太忙了 需要犒劳我 小傻瓜 这种规划你也信 灵异看你的表情 可不清白 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 那你是不知道自己的魅力 我看你是真的喝多了 我没有喝多 我清醒得很 我就是因为非常清醒 我才想到 你以后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 一起分享生活的一切 还有共同的宝宝 想到这些 我都快气疯了 你别这样 你和月娥飞已经订婚了 西西 我跟她订婚是假的 我根本不喜欢她 而且我很讨厌她 即便是没有你 我也不会跟她结婚的 可是 西西 我想清楚了 我不想让你走 我想你留下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 只会成为你的软肋 拖你的后腿 你给我一点时间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好 我等你 那 你以后不等再跟别的男人约会 我没有和其他人约会 我是因为最近工作太忙了 最近有新项目要上线了 我天天加班 连睡觉都是 还真被我猜对了 老爷子是慢性中毒 能解吗 看起来是复合毒素 如果知道成分 解毒就很快 但忙猜的话 需要时间 下毒的人 是不会交出成分的 而且检测报告还被调包了 幸亏你叮嘱过 我才留下了一份原件 这个你拿着吧 将来要是打官司的话 是关键证据 谢谢 你去介绍静秀的事情 我会尽快排 好 正好我把血液样本带过去 用国外实验室分析一下 唐唐 我给你带了咖啡 放着吧 哎呀 你别这么冷漠了 我已经想通了 巧妙的瓜不甜 以后我们做朋友就行 是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以咖啡代酒 那你先忙吧 我就回去了 慢走 进来一下 唐总 检查一下成分 明白 但您都已经喝完了 这 要是查出来有问题 没事的 不会死 我先走了 如果有人问我去哪了 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先回家了 我要睡一个很漫长的觉 你能暂时收留我吗 他们给你下毒了 我给你打120 不用了 已经检测过了 是长小安眠药 那没有解药吗 最近太累了 我要睡一会儿 去床上睡 唐峰集团一时少爷认祖归宗 或有望成新任掌门人 唐峰集团股权发生重大变化 董事长股份全部让位 股权变动后 本城第一大财团将何去何从 卧槽 集团出大事了 你看些问题没有 那个唐峰宇在哪 你在哪呢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我想回答哪一个 你怎么这么冷静 集团出事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还奇怪 你怎么那么激动 这倒是 杭成宇是不是怎么就料到了 所以提前把蓝酒的股份 转让给你 这是不是你们暗度陈仓之计 你小说看多了吧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我还在忙呢 那个 等一下你 开一下门 我在你门口 我给你带了 安心晚餐 哦 我今天不在家 你回去吧 我刚在楼下 看你房间亮着灯呢 灯 我出门忘记关灯了 你不在家 你在哪敢策划 我 我在朋友家呢 哦 你跟哥说句实话 你跟唐峰宇 是不是和 他是不是在你房间 你仨不能看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继续忙了 看来没机会了 杭成宇这行字 搞事也行 韩雷爱也挺利用 安心晚餐放门口了 够两个人吃 你怎么这么多 你还算在乱 你懂能够 你久不去 你走开 没有 你的大家都会 都没有 确定 我 你 你 嗯 你 他 我 你 你 你怎么了 你哭了吗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你笑什么 你到底笑什么 你是不是醒来没去照镜子 你怎么不洗脸 不想洗 因为我觉得还挺般配的 神经 唐晨宇 你居然敢在我脸上画画 只允许你在我脸上画画 还不允许我在你脸上画画 你画的实在是太丑了 你的水平也不咋地 站住 好了好了 我们休战 算扯平了好不好 两个颠工颠婆 还真是一段啊 跑累了吧 吃点东西 好精热的饼啊 你在哪买的 这个 林毅昨天晚上送过来 你干嘛 林毅送我东西 你不准吃 我不能吃 你就能吃 我给她发了这么多点工资 还笑紧我几块饼干怎么了 而且 我马上要上战场了 要多吃点 唉 这昨天晚上 确实跟打仗一样刺激 所以 我才要躲到你这里来 因为你这里是我的室外桃源 好了 我要准备出发了 唉 这男生他就是个疯子 那天在医院 他确实是对你起了杀心 他在疯 没有我疯 我就现在这样过去 吓死他 哼 整天没个真实 走了 我只不过是喝了一杯咖啡 还真是错过了好大一场戏 你是不是对咖啡过敏啊 抽空去医院查查吧 多谢姑姑您的关心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新闻你都看到了吧 爷爷觉得对楠楠有愧 把他手里的股份给了楠楠 而我手里的股份也会给他 这样他就有公司28%的股份 高于你的16% 哦 所以我希望 你把总经理的位置让出来 没问题 你答应了 那不然呢 不答应有用吗 公司大部分小股东 都被你渗透的差不多了 如果要开股东大会 公开投票的话 也只是浪费时间 我就是喜欢你这股子聪明劲 那就尽快把工作交接一下吧 爬得越高 摔得越窄 不属于你的东西 我等着你会儿 堂堂 你离职了 在你给我送咖啡的时候 你就应该已经知道结果了 我也是被唐月兰骗了吗 他是你亲姑姑 我哪知道他要这么害你 没关系的 以后唐家是他的了 他会好好对你 堂堂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 我给你补偿好不好 我把叶家总裁给你做 这些年 你一直跟在唐晨宇身边 对集团的事务 很了解吧 是的 兰总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那你还愿意 继续做秘书的这个位置吗 兰总 只要您不嫌弃 我当然愿意啊 集团永远是集团 总经理是谁 不重要 好 你很识时务 以后你就好好跟着郑总 好处不会少你的 谢谢兰总 嗯 你怎么不打伞啊 心碎小狗 被炒鱿鱼了 能收留我吗 嗯 太好了 小狗终于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以后是我一个人的小狗了 如果你可以永远不用回去就好了 那我就永远不回去了 你骗人 我知道 你只是在等合适的时机而已 谢谢 相信我 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我们还可以有简单快乐的生活 嗯 来 尝尝 来 尝尝 你的厨艺突飞猛进了 不愧是我吧 喂 唐先生 老爷子的血浆毒谱已经分析出来了 接下来可以开始对症治疗 太好了 嗯 我建议把人接到伦敦来 本乘那边水太深 万一治疗过程中有人动手脚 明白 我来安排 是爷爷的好消息吗 对 爷爷有救了 嗯 嗯 准备给唐玉兰 通风报信啊 没有 我 他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这样吧 你儿子不是想出国留学吗 事成之后 我把你们全家都送到国外 唐玉兰也不会再骚扰你 谢谢老板 这段时间你就正常的向他汇报 说唐老爷子一直在昏迷 一切正常 明白吗 懂 懂 嗯 宝宝 老爷子已经转移了 哇 太好了 你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去三十厂给你买点 嗯 我得加班呢 你自己随便吃吧 嗯 嗯 嗯 好香 啊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怎么一点东西都没有 你吓死我 我早就进来了 你太忙了都不理我 嗯 创始人生周末就要上线了 这新手村的AIMPC 突然出了bug 麻烦死了 我得连也赶出来 你不是策划吗 为什么干起了开发和程序的活 试相权 不愧是 哼 乖 先吃饭吧 嗯 你怎么还会给我带月宵 那不然呢 万一连一那家伙 又偷偷背着我 给你送人接烟火怎么办 小心眼 我天 这四鹿牛啊 这方法简洁明了多了 而且效率还高 多夸几句 我爱听 看来你是被地产总裁耽误的游戏大神哦 不然你以为 我为什么要创立蓝酒科技 曾经几时 我的梦想也是做游戏 后来因为要接受唐风集团实在是太忙了 久而久之 蓝酒就冲了刘手儿童 挺着好心酸哦 嗯 还好 他现在 有他的妈妈照顾 他爸爸也把他养得很好 别分析 赶快改吧 这次上线的是VR版 我计划八年之内 开发出脑机接口技术 到时候不仅震惊游戏节 还能轰动生物医学节 你放心 你这个大胖儿子 我一定给你养得一记绝尘 很有野心 我看好你 嗯 王瑞 我在国外好好躲着 你跑回来干什么 郑总 我是特意敢回来 恭贺你生前之喜的 监察委的人 正到处找你呢 你还不赶紧出镜 最近是我有点紧 郑总 郑总 看你给点 我前前后后 都给了你两个亿了 还不知错 政府现在可是 躺风集团的总裁 身价千亿 两亿还不是毛毛云 你说吧 想要多少 三千万 我要翻 三个亿 王瑞 你疯了 王瑞 我劝你事可而止 不给也行 中签了一屁股债 也活不下去 我就去监察委自首 告诉他们 唐氏骨下操纵案 不是唐晨宇做的 是你 唐玉南做的 是不是给你理了 王瑞你别冲动 三个亿不是小数目 你是办法不好拿出来的 没关系 可以陪你们时间 一周之内 我要是看得起 立刻做 你进行试 妈我跟你说 这种货色留不懂 这得也是个把柄 我再想想办法 背那个心思干嘛 直接 散烂 散烂 我们走到今天这步 不容易 以后的每一步 都要更加小心谨慎 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妈 要我说你就别管了 十二年前 你一把火烧死人家 唐家老大 十年前 要不是乐元西 那个贱人 他二人自己 被我搞死了 现在你这做出一副 假惺惺的样子 给谁看啊 十二年前的一场火灾竟然也是他干的 是他杀了我爸妈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等我们收集好证据 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小李子 你先撤吧 李秘书也在哪儿 没错 集团的WiFi有防火墙 接着外部摄像头 会报警 李秘书在那儿 给摄像头提供网络 再者 如果只是偷拍的视频 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如果有人正在那儿 能够完善证据链 你人都走了 还留个间谍在那儿 真是宽散见真气 我交出来的人 能不靠谱吗 王瑞 就你干啥 追 快撤 撤 竟然有人僵硬 王祖主 好久些 现在时速一百二 你这是不要命 小唐总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也看到 郑南生现在想要努力 我欠你 最好想轻人家 给我三个印 把我送出国 我把所有证据都给你 你觉得你现在 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停车 下车吧 怎么 怕下了车 就被郑南生的人给抓住了 你能给我什么条件 我唯一的 就是把你送到监察局 往后余生 唯有监狱能保你平安 股份转让协议造假 我在车祸蓄益 股价操纵栽赃 给你 下药 给爷爷下毒 这些全都有证据了 等你们游戏上线 我们就去为民除害 那我得好好珍惜 这最后几天 你当田螺姑娘的日子了 那我以后 给你当田螺老公好不好 唐晨宇 失联了这么久 所有人都找不到你 搞了半天 再给这个贱人当田螺姑娘 叶首飞 注意你 我没有打女人的习惯 你要是逼我 我不介意动手 她说田螺姑娘 你不生气 我说怎么就不行 我有说是田螺姑娘的问题吗 那是 给西西道歉 我凭什么给她道歉 我说的有什么问题 她本来就是贱人 你别再挑战我的耐心 什么岁的时候 请跟我求婚 现在居然为了 别的女人打案我 你还好意思 提求婚的事情 那场求婚是怎么样的 你心知肚明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 我不会保证的人是安全 袁夕 那十五岁的求婚是怎么回事 十几年前的事情啊 那个时候还小 不懂事 不做数的 我想听 那我说了 你不准吃醋 十几年前 有个很火的游戏 叫天下荣耀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当时特别沉迷 知道知道 我也玩那个游戏 那个时候啊 我在游戏里 加月娥飞于好友 我发现她操作特别厉害 我就跟她一直玩 玩得很开心 后来啊 我们就结了情缘 我给她买了最贵道具 向她求婚 当时轰动了整个全服 那个 永结童心 我知道这个特效 这个特效特别豪华 但是也特别烧钱 结果你知道吗 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她的操作全崩 聊天语气 也像换了一个人 结果我发现 之前跟我玩的 都不是她本人 是她请的带恋 那些年的情爱和时光 终究还是错付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对她印象非常不好 我后悔了 我酸了 十几年前 有的人在游戏里 挥金如土 有的人做带恋 挣学费 我跟你们这些 有钱人拼了 你之前还做过带恋 还挺厉害的 那是当然 我操作技术一流 不过后来 初三升中考 我就退了 我跟你说 我那个客户也特别有钱 她那个情缘 也是个有钱人 他们俩天天在游戏上 烧钱修恩爱 我就是在那个号上 见到永洁东心的 等等 你那个客户 ID叫什么 ID 我忘了 不过我记得她情缘的ID 不会是 星辰大海 居然是你 怪不得 我会对你一见钟情 难道不是因为我救了你吗 救命之恩 应当只是感激 能让我牵肠挂肚这么多年 我觉得 是你的气质 无形之中对我有了致命吸引 我也没想到 我第一个心动的网友 竟然是你 兜兜转转 还是你 你看 我说的对吧 我们就是天生一段 不管错过多少次 再见面 我依旧会爱上你 说起来 还得感谢约若飞呢 感谢她做什么 明明这一切 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救命啊 您好 您呼叫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拼命三郎又加班 不看手机 没关系 勤劳的田落老空上线了 等等等等 看我给你带了事 妈 这没加班 人跑哪儿去了 喂 我给你发个电话 帮我查一下定位 喂 喂 小棠总 这个号的定位在雪岭路 现在一直在往北走 北边正拆迁的 后人烟的 一个少无缚鸡之类的王瑞跑来就算了 三天了 你却连人都没有找到 有人接应了 不知道把他藏在哪儿了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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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废物 废物 告诉你 但高零光消失不出去 咱们生也别想活了 哥 你说 有没有可能在唐晨宇手里 你别忘了 死老头子还在我手上 我两个唐晨也不敢有什么动作 去北车 我要去了名医院 是吗 人呢 老头 老爷一周之前就被转移走了 你说什么 铁头不是每天跟你汇报这个事情吗 铁头 铁头都出镜了 出镜了 这鱼 我就不该留他的狗命 老头 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杀了唐晨宇 他到底是唐家人 杀了恐怕不好交代 你在教我做事情吗 我告诉你现在就杀了他 快去 行 现在就去 杀了 看着一样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杀了我 你很难收拾的 别废话 你是这个男生的人吗 你赚了多少钱 我跟你双倍 闭嘴 你跑 我 你说你现在装得跟周桃一样 桃真语会喜欢你 还是喜欢我 你搞错了一件事 他即使不喜欢 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没有你 我早就跟他结婚生死 他十五岁就跟我求婚了 他求婚的是那个戴恋 不是你 你跟他本来就是假的 你们能有什么好结果 假的又怎么 庞家跟叶家的婚约是真 戴恋就是戴恋 下的人就是下的人 不会有交集 很不行 那个戴恋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你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戴恋 你看 王天就是这么帮 即便我跟他错过了 那一定要会重新找到 那你就不认为这 但他还会不会 难怪阿瑜不喜欢 你根本就不懂 懂什么 他爱的根本就不是我这张脸 而是我这个人 我用你的号跟他打游戏 他一样也爱上了 你毕竟 毕竟有什么大不了 叶若飞 你也会有容貌老区 不满皱纹的那一体 靠你维持的感情 能维持多久 毁了你 终于毁了你 来人 你好好教训教训 我会把这些视频都拍下来 发给他 你觉得你都做出这样了 我也不介意你 脏的根本就不是我的身体 而是你的心 他不仅不会厌恶 他还会更加讨厌你 你给我闭嘴 是啊 万一他真的没有介意 反正更心疼了怎么 多谢你提醒我 那只有你死 这些所有问题才能得到情绪 把他弄死 做干净点 杀人场面 你以为你能逍遥法外吗 那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反正你都要死了 死之前 陪我好好玩一玩吧 小姑娘脾气还挺厉害 我喜欢 你怎么找到这 早知道你这么扫心病狂 上一次你下药 我就不应该放过你 你做了这么多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他到底有什么好 你做的这些 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你自己 你凭什么跟他逼 你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算不上 啊 最得跟他做这个王民渊样事吗 成全你 杀了他 两个都杀了 放开他 先来后到 兄弟 等我玩爽啊 找你玩一次 担打你爷爷爷我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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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啊 那我 这我 啊 别打了别打了 人家出人命了 啊 你没气 快往这 小唐总 小的多我来了 带头快收尸吧给我上 带头好像已经不行了 你还知道了呀 你是过来吃鸡的吗 我收到您消息麻不停 你是不是就敢来了 也没 哎 小 唐振宇 看什么呢 这么高兴 看新闻啊 创始人生一上线大包 这数据比我小山中的还要高很多 你现在 可是本城身价最高的女总裁 哎 都在了 乐总 咱们公司啊 马上就要上市了 到时候啊 唐氏集团也得干半下风 你怎么来了 不想跟美眼光闻人出话 哎呦 不是 我怎么就没眼光了 当时这个策划 你可是压了三个月 要不是我无意中看到 力排正义推进 你现在 会有这样的成绩吗 我那不是 没有预算吗 说到底呀 还是你这个人胆子不够大 以后我的婚礼 我站舞台上 你只能在小会儿那中 哎呦 得得得 我服 反正啊 你是集团大boss 预算的生杀大权都在你手上 我比较 我可不是大boss 我是小白脸 以后 要跟着乐总吃饭了 什么 需要自己长帅 算你有眼光 你好好一个人呈个嘴 哎呀 我还是喜欢你 谈恋爱之前那勾勒的样子 我不跟若者儿童说话 我要跟乐总讨论一下 庆功宴的邀请名单 这次庆功宴 可有热闹看了 可惜 林若飞现在应该已经在吃牢饭了 不然 就更热闹 张总 蓝酒科技上市先锋会送来的邀请函 我记得这个蓝酒 是属于唐峰的下手公司对的 嗯 是的张总 那为什么在我救人之前把他独立回去 之前蓝酒的业绩不太好 拖了整个集团的后腿 所以小唐总把他给裁掉了 唐峰宇这个废物 他好的东西没给我留下 给我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这死了呀 命还挺定 每次都让他跑掉了 早晚收拾了他 我早晚收拾了他 啊 诶 诶 郑总那这庆功会你还 去 当然有去 你去帮我约一下林总 我要跟他聊一聊 回归集团的事 哎 嗯 哎 你去把那边啊 那边再去收拾一下 然后把这个摆在这里 乐元熙 原来你在蓝酒工作 好巧啊 郑总 郑总 听说你在找我 林总 这次来的 是想邀请你们回归集团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 这件事情啊 我做不了了 这样 回头啊 我把我们大老板介绍给你 各位领导 各位家人 欢迎历临 蓝酒科技上市庆功会 有请总经理林毅 我们这次能够顺利上市 主要得益于 创世人生项目的辉煌 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 该项目的主策 同时 也是蓝酒科技的独自图 有请其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 乐元熙女士 感谢大家博荣出席我们的发布会 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恋爱故事 哇 我和我的男朋友 相识于十年前的一场车祸 不久前 我们发现这场车祸并非以外 我的男朋友就是前任唐峰总裁 唐晨宇 对不起 不能提前离邪 开门 给我开门 对不起 我规定不能提前离邪 你 而这场车祸的罪魁祸首 就是现任唐峰总裁 郑南生 谁 你会吗 惊天八卦 蓝酒科技会爆出陈年旧案 一次豪门内动 一发羞杀 老铁门 为我大邮庭 来 急急现场 我现在实名指 十二年前 唐玉兰伪造火灾 试图谋杀凶手 十年前 郑南州伪造车祸 试图谋杀其表弟畏损 在一个月之前 唐玉兰利用唐峰基金 以权谋私操纵骨架 并嫁祸给 十任唐峰总裁唐晨宇 唐玉兰未夺家长 常年给其父 唐正楼下毒 并视唐晨宇为绊脚石 在召开认清大会之前 曾给唐晨宇下药 你别听到胡说八道啊 大家不要听到胡说八道 那是他瞎编的呀 瞎编的 瞎编的 庄庄渐渐 更便骗到 证据我已经提交给警方 到时候 大家就静待警方通报 你 奶奶 别冲动 今天这里全是汽车 把门给我打开 你们这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打开 你好 有多起案件需要您配合调查 麻烦给我们走一趟吧 我要见我的律师 为什么 我的律师没有来之前 我是不过说一句话 你有钱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将成为诚堂证供 放开我 放开我 好了 迟到的正义审判 到此结束 接下来 进入今天的重磅环节 希希 这一路走的 经济与沫 你辛苦了 往后余生 我会给你最简的 最快乐的幸福 怎么办 今天的网组请说 不如…! 哇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好 哇 好